中央气象局表示 7月10号天气晴朗炎热 中午前后花莲县纵谷 有38度以上的黄色灯号 提醒在花莲县的民众 减少户外活动以及劳动 避免剧烈的运动 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 甚防热伤害 就有民众受不了拿水喷洒屋顶 希望可以降温 也因为热的关系 饮料店生意也变好 希望可以喝冰饮还消暑 真的好热 中央气象局表示 10号高温出现在玉里镇的热河 高达了39.1度 高温出现在花莲的玉里 就在热河国小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温度大概在10点 11点多开始飙升比较高 然后我们另外再看一下它的风速 那它的风机 基本上在那个地方的风速 是相当小的 大概都小于2米以下 所以基本上看起来 算是太平洋高压影响 然后无雨 然后受地形的影响 就是说没有风的调节 所以温度上升就会比较快 所以就在进中午的时候 温度就会上升比较快一点 半个小时 所以你就半个小时要出来喷一次水 里面不行给它热 就很民众受不了了 拿水喷洒屋底 希望可以降温 也因为热的关系 饮料店生意也变好 希望可以喝冰饮来消暑 太热了 对啊 我没有习惯 台湾的天气真的很热 天气是蛮热的 客人蛮多的 就比平常卖出的飞速还好多 中央信用机表示 7月10号天气晴朗炎热 中午前后花莲纵骨 有38度以上的黄色灯号 提醒在花莲县的民众 减少户外活动以及劳动 避免聚烈运动 也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泵 慎防热伤害 记者高松霜 玉里采访报道